这是Adam,他饱受痛风之苦 尝试Ural,他在治疗痛风中有助于防止尿酸晶体 Ural,尿液减化剂,有效缓解痛风 欢迎收看TT快报 警方接获多宗针对马哈迪发表童话论的投报后 警方今天向马哈迪录取了口供,过程长达一个小时 马哈迪随后召开记者会抗议调查不公 同时声称身为敦的他面对更糟糕的待遇 前赛长达印的妻子奈伊玛因为没有遵照反弹会的通告 申报财产,而在今早被控抵触反弹会法令 他没有认罪并要求审讯 根据控状,这些没有申报的财产 包括位于吉隆坡和槟城高岛地区的不动产 两家公司还有两辆马萨迪奔驰访车 那伊玛获准以25万令吉同时交出护照保外候审 那伊玛叫后在法庭外召开记者会 重申他和家人受到了政治迫害 他更告辑安华不会永远掌权 我身've been charged this morning with a criminal offense but no crime was committed by me and I will prove this in court the real crime is the coordinated plot to tarnish my husband's reputation and exec political revenge and retribution against him and our family finally, I say this to you Anwar Ibrahim the power is brief 马哈迪昨天挑战安华马上举行大选后 政府发言人法米回应 马哈迪应该因为上届大选失利自我反省 不再故意发表恐吓言论或挑战安华举行大选 法米也否认安华曾经下令反弹会调查有敦头衔的人士 不过在另一边乡国务主席慕尤丁批评 安华执政以来令吉不断贬值 人民的生活越来越艰苦 但安华却只顾着打压政敌 而不是处理人民所面临的困境 慕尤丁今天发文告指出 令吉对美元昨天创下了26年来的新低 下跌至4.728令吉 而马来夏去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只增加了3.8% 他接着表示 人民从今年开始的负担将愈发沉重 因为必须承担调高的销售税 还有新增的高价商品税和线上销售低价商品税 慕尤丁直言 他没有看到安华为日益恶化的民生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因为安华看起来更忙于压制政敌 他也断言 政府终止贫困问题的目标已经宣告失败 因为虽然通货膨胀下降 但实际上是因为人民的购买力下降所导致 不过政府发言人法米否认安华 曾经下令调查任何敦头刑的人士 包括马哈迪的家人 阳光日报报道 法米否认反弹会调查马哈迪儿子米詹 含有政治动机 他强调 政府没有插手反弹会的任何调查 法米同时再三强调 反弹会调查马哈迪的儿子无关个人 但如果涉及人民财产 政府就有权展开调查 非政府组织捍卫祖国皮塔今天号召数百人在国家王公外集会 并提成备忘录给国家元首苏达阿都拉 控诉安华政府失败 要求元首介入以拯救国家 他们也批评安华政府无法捍卫伊斯兰和马来人主权 马哈迪也出现在集会现场 他批评经济困境已经导致一些马来人自杀 甚至杀害父母 但马哈迪没有出示证据来证明他的言论 马哈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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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哈迪 以马公司特工队正在考虑对多家外国银行发起法律诉讼 因为这些银行没有进行适当的程序 就协助转移一马公司的资金 特工队主席佐哈里今天发文告指出 特工队将追究所有相关方面的责任 他也透露特工队也正在审查 当时代表大马政府谈判的律师 是否损害了大马政府的利益 或在和高盛集团和解时存在疏失 警队最近传出许多不当行为 包括涉嫌撞死学生或性侵和勒索学院生 甚至涉嫌参与贩毒行为 对此全国副总警长阿育汉表明 将加强监管所有层级的警员 艾佑汉表示 这些涉嫌犯罪的警员在加入警队前 大多都没有问题 而且警队招募新人的方法也没有问题 因此他相信 或许是因为环境改变 警员无法抵挡诱惑 才会卷入这些犯罪活动 国家元首苏丹阿肚拉 今天在王宫接见安华 进行卸任前的最后一次内阁前会议 国家王宫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这次的会议对苏丹阿肚拉而言很特别 是元首1月30号结束第16任国家元首 任期前的最后一次会议 苏丹阿肚拉自2019年1月31号宣誓就任后 一共和私人首相召开过164的内阁前会议 内阁前会议是国家元首的 每星期例行主要活动 针对政府相关事务及问题 和首相讨论及交换意见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KT快报 更多的及时内容 敬请留守PV中文频道的YouTube 和面子书和IG 我是许国荣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